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南宋王朝一看 金国爸爸竟然被一群套马的汉子打成了狗 于是心一横 每年的保护费岁币也不交了 金国人本来就被蒙古都打蒙了 一看南宋竟然也骑到我头上来了 刚到汴京坐下喘口气的金宣宗 在权臣诸虎高旗的窜跺下憋出了失之于蒙古 得之于南宋的理论 一生气一跺脚 在1217年 金国南北两线同时开战 这场为期七年的战争 史称碎壁之战 七年间 孟公与父亲一起镇守金湖战场 先后取得了襄阳和早阳大战的胜利 不仅大片失地收复 还在之后正面攻击中大破金国精锐五先军 孟宗正去世后 孟公又接过重弹 继续抗击金军 孟公军事生涯的第一个巅峰之战 是1233年的联盟灭金之战 十月 宋廷在全臣史密远的决策下 决定联盟灭金 命令金湖 治治司出兵 孟公奉命领兵两万 运粮三十万弹 决然踏上了灭金的征程 当年岳飞在满江红中提到 靖康齿 由魏雪 臣子恨 何时灭 如今 雪齿灭恨的重任交给了孟公 他将如何展开复仇之旅 蒙古人自古非常崇拜强者 细柳伏风的南宋出了这么个战神 令他们大为吃惊 成吉思汗的族孙塔查尔 对破灭大金 五仙君的孟公十分敬仰 立即跑来邀请他打猎 喝酒 两人还结拜为生死兄弟 不过令人惋惜的是 多年以后 蒙宋对决 这对莫逆之交 各为其主 在战场上也不免刀兵相向 当时虽然金国在蒙古和南宋的夹击之下 已经到了垂死挣扎的最后阶段 可金国军队仍然铁柱刚打一般 战斗力极强 然而 孟公军表现得更加顽强 一路高歌猛进 在多次硬仗中 强力撕破金军的防线 打到了柴潭和炼江等天险 威名远阵 当时守城金军为了保住天险 驱赶城中老弱孩童 大锅熬成热油 以此为武器 往城下交趟送蒙士兵 孟公从人道主义出发 派出道士劝阻了这种行为 入夜 金国派出率五百死士出城拼命 宋军进攻受阻 听说兄弟孟公有难 塔查尔立即命令 麾下汉军万户张柔 率领赶死队 二十余人鱼钩突成 被城中金军用钩连枪抓去两人 张柔也被钩住 孟公剑撞 立即率前锋冲出 飞剑斩断钩子 救得张柔一命 这个张柔 正是后来俘虏文天祥 逼陆秀夫跳海 灭亡南宋的张洪范的父亲 一二三四年 在宋蒙联军的猛攻下 金国都城被攻破 金爱宗自一而死 刚刚接受上尉的完颜 成林还没尝到做皇帝的滋味 就被一拥而入的宋蒙联军杀死 就此金国彻底破灭 金国的降臣 带着孟公找到了金爱宗的尸体 尸体已经焦黑 无法辨认 孟公把尸体一分为二 一半归宋 一半归蒙古 此战 孟公一血裹齿 也成就了千古名将的美誉 然而最难能可贵的是 名满天下的孟公 此时依然谨小甚微 不骄不躁 破灭金国后 宋李宗找他 彻夜畅谈 大力赞扬他 清明将之子 钟秦体国 破菜灭金 功绩昭著 孟公回答 宗摄威灵 陛下圣德 与三军将士之劳 臣合力之友 宋李宗听完大喜 又向他询问 国家中兴之大计 孟公回答 愿陛下宽民力 蓄人才 以四机会 当时 蒙古虎视眈眈 随时可能南下 宋李宗问怎么办 要不要屈从义和 孟公站了起来 掷地有声 臣借咒之势 当言战 不当言和 这就是一名大将的回答 不卑不亢 绝不妥协 宋李宗听完大惊 又颇感欣慰 而后来发生的事 也证明了孟公的话 必说到做到 孟公可能自己也不知道 他即将担起保卫 大半个南宋的重任 果然在一年过后 蒙古人就从川属 京乡一带 对南宋全境 发动了入侵 南宋的整条 金湖防线千疮百孔 1236年 孟公奉命在黄州组织抵抗 任疯狗般的蒙古大军 昼夜轮番进攻 仍是咬不穿 钢筋铁骨的孟公军 近一年过去了 蒙古大军 都止步于黄州之前 哭都哭不出来 叱咤一时的蒙古人 何曾受过这等羞辱 这年十月 蒙古军中路 在主将塔查尔的率领下 又猛攻南宋的齐州 宋李宗盲的焦头烂额 急命在黄州的孟公 救援齐州 想象几年前 蔡州城下的兄弟之情 孟公却和塔查尔 却要刀兵相见 颇有点各位齐主的沧桑感 塔查尔对孟公的能力 一清二楚 不愿跟他过多纠缠 孟公刚到 塔查尔就彻围而去 孟公和塔查尔 为那个时代两大英雄 各位齐主 又是好基友 互相敬佩 后来孟公 趁势一招回马枪 反攻京湘战场 一举收复了整个京湘地区 紧接着 孟公千里持缘 岌岌可危的四川战场 孟公伸之力量悬殊 先集中力量 封锁长江的江面 接着他施展一兵之际 以少示众 白天不断变换 旗帜和军服颜色 晚上就虚张火把 岩浆排开数十里 摆出一副大军来源的样子 蒙古军不知虚实 顿时惊慌不已 孟公便趁机传令出击 大战一场 连破敌二十四座营寨 抢回被俘百姓两万多人 并将盟军的渡江气聚 一并焚毁 蒙古大军横扫东亚的步伐 突然在这时撞上了南墙 还撞了个满头包 后来在大亚寨之战中 孟公又把蒙古大军 按在地上摩擦 无奈之下 死伤十之七八的蒙古军 终于撤退 能够屡次打败 几乎无敌的蒙古铁骑 并机智地通过防守 反攻收复失地 所以 后来的军事学家称孟公 为激动防御大师 孟公战神的威名 当之无愧 1240年9月 宋礼宗受孟公令武军节度使 四川宣府使兼之奎州 节度使头衔在宋朝 是武将极高的荣誉之称 当年岳飞 年仅31岁见节 使其他将领都十分眼红 这次 45岁的孟公 凭借杰出的战功 获得了宋廷的高度认可 继岳飞 必在育后成为了南宋第三位旗帜性大将 孟公在川渝 组建的宁武军 是他轻毕生心力 构建一体化的防御体系 宁武军之强悍 世所罕见 直至南宋灭亡 仍以孤军在抵抗 于是 在孟公的整治下 整个四川变成了铁桶一般 防御等级 固若金汤 在后来 抗击蒙古大举进攻 给后世起了深远的影响 而由于常年征战 激劳成疾的孟公 于1246年重病不治 十年51岁 在孟公死后13年的 1259年 被欧洲人 惊呼为上帝之边的蒙哥大汗 一是威武 确舌在了 四川的钓鱼城大战中 蒙哥的西征 让欧洲人认为 是上帝对他们的惩罚 蒙哥就是上帝 派来抽打他们的 而钓鱼城之战 蒙哥大汗 折戟沉沙 让欧洲人欢呼不已 他们称钓鱼城为上帝蛇边处 忽必烈继承韩位之后 统一了全国 当然 钓鱼城除外 因为这里虽然是一座孤城 但依然有强无敌的宁武军 在拼死抵抗 直至1279年 首将王立才带领 钓鱼城军民投降 投降的条件 是不能杀害城中一兵一卒 忽必烈答应了他们的条件 自此正式结束了 钓鱼城36年的抵抗 忽必烈建立元朝之后 将人口分为四类 蒙古人 色目人 汉人 男人 男人的等级最低下 而汉人略高 但是忽必烈专门指定 川人归入汉人类 有人说 这是忽必烈对宁武军 不屈一致的一种敬意 有句古话说得好 川人从未复国 钓鱼城之战 就是最好的立正之一 由于川军在钓鱼城 击毙了蒙哥 之后为了争夺韩位 蒙古内部进行了长达三十多年的内战 导致当初横跨欧亚大陆的统一大帝国土崩瓦解 也在不可能组织全体宗王的联军出征 至此 忽必烈开始接受耶律储财 对汉人的招安思想 所以援军也没有按照蒙哥一照 在钓鱼城招降后进行徒程 可以说 蒙哥在钓鱼城之死 是蒙古全面扩张和大规模征战 走向结束的转折点 也是蒙古帝国 由统一走向分裂的开始 蒙古无敌于世的 机动防御体系 已然触及影响到了后世